何谈何谈 越来谈的就是 宝州 熊州 霸州三军的割绕 三军多少的疆域 多少的百姓 是多少将士用鲜血才换回来的 竟然说不要就不要了 九龄有一事相求夫人 我想请夫人出面 带领三军百姓过河间 土地可抛 子民不可抛 只要他们被困北地 我们就带大家一起走 我乃天佑军 奉承国公命 保国为民 先命你交出这些百姓 否则严惩不但 这儿 已经是我们北齐的地盘 这些人 就是我们北齐的奴隶 你想把人带走 做梦 义和书一日未签订 霸州就仍旧是我天佑的国土 这些子民也仍旧是我天佑的百姓 今天我必须带你 如果让北齐军营发生斗艺放发的假象 斗艺 即刻起兵 不回 是 别动 别动 成国公一游脱潜 上市大街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我英俊吗 太俊了 睡觉去了 你不在这儿睡了 不是 你在那边 快起来 九龙 夫人 九龙啊 我什么都没看到 你不会占我便宜了吧 扯我喝醉 生理煮成熟饭 你想的美 昨天 成国公夫人可能看到了吧 什么 什么都看到了 君珍珍月前来到京城 还开了一间 宁为九龄堂的医馆 您看 这 你就按照这个方子 把药材都配好了 好嘞 朱太医 什么事啊 你说 她这是怎么了 你真不知道 还不是因为定远侯夫人那病 这位林夫人呢 生的是身骄体贵 而江太医呢 用了粤语的时间 又是温调 又是慢痒 眼瞅着就快好了 哪成想 这半道上杀出来个什么 女灵医 一记梦要下去 三天 近三天 这林夫人的病啊 就有了起色了 这才短短几日啊 这事啊 就传遍了整个京城了 原本啊 好几位定了江太医出诊的朝臣 现在啊 都转到女灵医那边诊治去了 你说 她能好得了吗她 这个女灵医叫什么名字啊 我让大家记着点 找个机会教训她 好像叫 君九灵 在前门大街上 还开了一间叫 九灵堂的医馆 不用咱们出手了 有人自然会教训她 张太医 您这话何解啊 九灵这个名字呀 有人自然不愿意别人来用 陆大人最近忙于公务 应该没有注意到此事 咱们哪 应该提醒他一下 周太医以为如何 此计深妙 大人 方家的外孙女 君珍珍月前来到京城 还开了一间 应为九灵堂的医馆 自己也改了名字 换作 君九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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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月的事情 你为什么现在才来禀报 侍奉您筹备大婚 未敢用此等小事打扰大人 况且太医院有意传来此消息 太医院居然敢听我 我知道谁要对付她 用不着你替别人传话 大人 虽然此事远由太医院而起 但她确实犯了九灵公主的名讳 不如我替您去教训她 不必了 强有处不是个能吃门亏的人 既然她要替我们解决麻烦 我们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传我的命令 江太医出手的时候 别多管闲事 是 九灵堂 君九灵 你们听说了吗 小王爷已经病了多日了 要不是周夫人 我现在还躺着呢 夫人 君小姐到了 见过诸位夫人 君小姐 不必多礼 你的药果然管用 我这儿媳的身子恢复得不错 气色好多了 夫人今日瞧着 确实气色好了许多 君小姐的医术果然了得 我病了这么多日 这几日身上才真正不痛了 晚上能睡个踏实觉 那便好 今日我会再试几针 给夫人巩固些 好 劳烦君小姐了 客气 来 老夫人 陆统领派人来请方厨娘 驸马爷 驸马爷家什么没有啊 怎么在妹妹家请厨娘呀 应该是为九黎公主请的 九黎公主以前最喜欢吃我们方嫂子做的红豆糕了 说起来她原先也经常自己请方厨娘进宫做红豆糕的 不过自从先皇驾崩之后她搬去了淮王府便再没派人来请过 让她去吧 让她去吧 一个厨娘而已 不用那么多的忌讳 是 说起淮王府 你们听说了吗 小王爷已经病了多日了 没法子的事 她姐姐这一家人 身边连个知热知冷的人都没有了 那么小的孩子 稍有疏忽 怎能不生病 说得是 真是难为这么小的孩子了 夫人 可以用针了 好 也不好吃啊 我正好有事要找你 你认识淮王吗 认识啊 听说 他好像生病了 什么病啊 具体我不知道 好像病了挺久 淮王府的事 可不是这么容易打听到的 你从哪儿听的 我今日去定远侯府给夫人们复诊 于是就顺耳听到他们提起 据说 是太医院的人揣测圣意 不肯好好治 这帮剑锋十多的混账东西 我想着 你既认识淮王 我又是公主故人 所以多帮衬这些也是好的 但是如果你想登门去治病 那我劝你放弃 无论是陛下还是陆云旗 都不会让你一个灵医 去给淮王治病的 好 那就麻烦公子 多帮着关注一些 或者 是不是也可以找个你 交好的太医 去看看 我尽量 但是需要一些时间 毕竟环王府那边陆云旗看得眼 我跟她什么样 你也是知道的 我尽量 好 那好事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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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快出来 出来 看看 你就是郡大夫吗 正是 不知今日各位来九龄堂所为何事 什么郡大夫 冯老 不过是个灵医而已 您就是京城正谷第一的冯大夫 场面话不必多说 我只是来问你 你既然是大夫 就应该有医德 怎么可以随意挑剪病人 自己不愿意治的病人 推到其他医馆去 还指使他们闹事呢 冯大夫 闹事 他们都说了 说是你说的 说我能治任何病 那天底下这么多的病 你说我能治就能治好吗 我万一治不好呢 不就成了罪人了吗 我并未说过此话 君小姐 您确实说过 是不是 确实说过 这位公子 我们可曾见过 君小姐 是我 您鬼人多枉事 昨日见内 请了您到家里去看 是不是有什么凶仗 您说 我的病 根本就不值得您出手 是啊 君小姐 您说这样的小毛病 找冯大夫就行了 您还有什么话好说 胡说八道 我们根本就没有见过你们 你们 是不是有人指使你们来的 怎么 这被揭穿了 就开始编排病人的不是了 就是呀 这也太没有义得了吧 是 是 没有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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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大夫 姓君的 世子爷 都围在这干什么呢 看来你看病也有人声讨啊 才不是呢 这些人明显就是有人派来的 诚心闹事 闹事啊 都是陈国公世子朱赞 用不用 我让武城兵马司的人 来治你们的罪啊 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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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腿脚 灵面都狠的 你别跑啊 装的 冯大夫 冯大夫 如今事实您看到了 抱歉让您受惊了 真是个渔夫老头 还不承认自己错 柳儿 别这么说 冯大夫 是个有义得的待会 多谢世子爷